警方消防人员一群人围在人孔盖上 对着人孔盖下方的受困者不断的喊话 现在你爬回去可以不可以爬回去 原来的地方我们在洞口等你可以吗 消防队透过一气发现寒洞真的有人 不过这下子问题来了 男子受困寒洞深处距离出口有40公尺 身上还有受伤 消防队员全副武装爬进寒洞 先跟受困男子会合 男子一时清楚还能够对话 但又有脚骨折 没有办法独自爬出 消防队员全员出洞用绳索协助吊挂 慢慢走 慢慢走 最后消防队员背着受困男子出了寒洞 一旁连忙准备长背板跟毛巾把人吊上岸 事发地点在基隆朝靖公园 一对夫妻散步时突然听到人口盖传出了求救声 就在寒洞内真的有人请求消防队救援 最后是从其他下水道进去把人救出来 有一个民众包含说有一个男士受坑在下水道 今天我们消防人员到现场搜寻 发现一名男子从那个朝靖公园的外防波堤 跌打然后钻进下水道 卡在下水道中间无法动弹 右脚骨折 消防人员循着下水道进去将人员救出 警方调查社会男子是 警方调查社会男子是66岁的郭先生 原本到朝靖公园岸边捡食被淚 却突然涨潮被海水冲进寒洞中 右腿受伤动不了 直到有人经过听到他的求救声 前后历经五个小时终于破旧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感觉很可愛 男子健雷 当时 fall 小雷